开发人员里面呢,找到Viso Basic里 那这里面的话呢,我们就做一些一些布局 首先的话呢,各位可以到那个我们的专案上面,按右键 插入一个什么呢?制定表单 OK,这个部分跟上个礼拜一样,插入一个制定表单 那这个表单呢,打开来之后的话呢 我分别在这边呢,增加几个 几个Label,这个Label部分的话呢,特别注意就是说 我可以在布局上面呢,增加在这个 左边的部分呢,从上到下 书上是只有下面这四个啦 那我增加两个,一个是姓名,一个是性别 那产生的方式,比较快的方法 我上个礼拜好像有提过就是,比如说我这边再插入一个新的好了 第一个,我可以先把这个地方 工具箱移到旁边,然后呢,这个稍微放大一点点 接下来我要六个Label,我的习惯是这样 先产生一个新的,新的Label,一个Label 然后呢,先拖拉出一个 接下来,大小大概就是差不多这么大好了 然后再往下复制 往下,先调整一个大概这么大 然后往下复制 我们需要有六个,所以往下再复制五个 OK,那这个地方按下Ctrl键 往下拖拉 那你按下Ctrl键呢,就是复制的意思 复制一个了 复制两个 那这个宽度的话,你可以 稍微再微调一下 自己再微调一下 OK,那 那加入之后的话呢,再来 我们还需要这个 总共四个这个textbox加一个什么呢 这个叫combo box,然后再加一个Label OK,那Label这一排最下面再增加圆 所以这边的话呢,我在这个地方找到textbox 然后呢,直接在这边拖拉出一个框框 OK,那往下 Ctrl键按住之后的话,第二个不用 然后这个跟这个 跟这个 最下面这个不用,最下面这个是Label 所以呢,我这个地方就Label 再把它拖拉出一个Label OK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呢,是 一个 这个combo box 特别是在这里,combo box 把它拖拉一下,因为男女的话呢,只有两个选项 所以如果说你要让使用者自己填的话 很容易出错 那对齐的话,这边就是我讲过了 你可以这样选取 上面这个,以上面为基准 OK,然后你可以怎么样呢 把按右键,这边一个对齐 主控的左缘好了 然后这边把它再稍微拉过去一点点 再来的话呢,这边这一排呢 再把它增加一个Label 全部都圆 所以这边的话呢 你可以在这里再增加Label